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宝宝的抵抗力都很弱,疫苗接种是保护宝宝愿力传染病最好的方式,千万不能因为心疼宝宝打针窟就不去接种了,不然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今天我就给大家整理了几个宝宝出生后一定要打的疫苗一针都不能录,加上一定要提高景气。 1. 卡芥苗,这是宝宝手中的疫苗,宝宝出生后就可以开始接种,最晚不能超过一岁接种。 卡芥苗是用于预防结合病的疫苗,儿童结合病通常以结合心脏如人为主,不仅会损害脑食质和卢神经,严重的可导致死亡。 所以,作为宝宝的出生第一针,爸爸妈妈千万不要错过。 2. 脊髓灰质炎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是一种解毒活疫苗,它是白色克力状唐蓝,是一种可以吃的疫苗。 脊髓灰质炎疫苗需要接种4剂,分别在宝宝2、3、4个月和4岁时接种,主要是预防脊髓灰质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儿麻痹症。 3. 百日破疫苗,百日破疫苗是一种联合疫苗,可以同时预防摆白破,白头和破伤风,三个月以上的宝宝就可以接种了,而且必须连打三针。 4. 也就是说,在宝宝三个月的时候注射第一针,以后每隔一个月,还要去打一针,连着打三次,等到一岁半的时候,还要在家注射一针,只有这样才会产生足够的抗体。 4. 麻症疫苗,麻症,风症,腮腺炎,之为呼吸的传染病,而且传染性很强。 4. 其中麻症病发症状,是宝宝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接种麻症疫苗也是非常重要的。 1. 一般来说,宝宝9个月以后,就可以接种麻症疫苗了,等到宝宝4岁的时候还要再负重。 2. 但是麻症疫苗接种的反应小,抗体产生快,爸爸妈妈们不用担心。 3.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